最近对中国政情有深入了解的美国资深撰稿人戈德尔斯发表文章认为 中共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发挥作用 促使常委们决定拿下薄熙来 也有北京消息人士说 乔石最近致信胡锦涛和习近平 建议不要由公安部长当政法委书记 并抽调政法委对法院的管辖权 据北京消息人士透露 过去长期执掌中共政法机关的乔石虽然退休不理政事 但一直对国家大事颇为关心 尤其对长期执掌的政法系统情况仍有了解 乔石对最近几年由周永康执掌的政法委非常不以为然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资深撰稿人戈德尔斯撰文表示 已退居二线的前政治局常委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政法委书记乔石发挥了作用 政治局九常委才下定决心拿下薄熙来 至于乔石以什么方式影响了这次政治局常委会 还没有详细报道 不过纽约时报在3月29号也报道说 胡锦涛和温家宝等人是在向所谓元老请议之后 才做出拿下薄熙来并调查他家人的决定 新纪元周刊在一篇乔石痛批政法委周永康的文章中提到 乔石曾经批评 中国现在不但党政不分 而且是以党代政 甚至以党代法 公安检察院和法院成了地方官员看家护院 他认为这是一种倒退 因为乔石最近写信给胡锦涛和习近平就改革政法委提出建议 不过戈德尔斯认为虽然这次拿下薄熙来是在乔石的作用下得以奏效 但是他说像乔石这样的元老们 有些事情他们能干也干成了 但也有事情他们干不成 乔石呢他对江泽民增加法轮功呢 就是长期就是看不惯 但是由于推举二线以后呢 并没有手上没有实权 所以呢也是干到极没有办法 那么这一次呢 胡文和江之间呢 包括曾永康嘛 这个血战派之间的这个矛盾呢 在十八大之前拿到台面来充分的曝光出来 所以呢这个乔石他现在出来呢 协助这个胡文嘛 拿下周永康嘛 就是来弥补自己 未能阻止江泽民的镇压法轮功的这么一个暴行 据了解 1998年 大陆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北京 武汉大连及广东省的医学专家 最近三万五千名法轮功学员做了五次医学调查 证明了法轮功去病健身有效率高于98% 当时以乔石为首的老干部也做了详尽的调查 他们得出法轮功遇国遇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 新纪元文章中说 乔石认为现任政法委主要是维稳 但其实本身已经成为制造不稳定的一个因素 除了公检法司之外 现在又有维稳办 宗制办 人员越来越多 经费越花越多 但这种单纯高压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其实都没有做完 我们先来试试 我们先来试试 我会用的那些不敏